你 你真的决定 要娶我了 你能不能不对我这么冷淡 我说过你要是不想负责任 我不会勉强你的 我知道抢你我的瓜不甜 况且那晚不是我的错 我看你喝醉了想照顾你 我也没想到后来你突然 婶婶 你不用骗我了 什么 那天晚上正出一围 接我的人是小秋 婶婶你不要再骗我了 你不要再骗我 可我是因为想跟你道歉 我觉得我不应该逼走我姐姐 可你怎么也不接我电话 我没有办法只能骗正楚 她才能告诉我你在哪儿 好了 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 好吗 不是你的错 说我不应该喝醉 说自己搞砸一切 唐明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了 自从你认识颜小秋 你以前对我的那些关心关爱 都不在了 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错 可我心里很难受 我的心很痛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行吗 我们回家吧 好吗 来 我们回家吧 说什么 你要娶这个女人 你不要激动嘛 有话慢慢说 你别说 我就是不同意 爸 我来不是征求您的同意 是通知你们 你说什么 叔叔 我知道您很讨厌我 我以前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我会改的 我家庭背景不好 但我知道叔叔 您应该不是看中 家庭背景的人对吧 不会 不会 我也不同意 哥 你为什么娶这个女人 你怎么来了 这边已经够乱的了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反正我让在爸那边 坚决不同意 你还不同意啊 连我都管不住他了 你以为他会听你的 你们俩没完没了的 这结婚是喜事 你们俩吵吵吵 能吵出花花来吗 唐明已经是大人了 你就别操心了 我们就高高兴兴地 等着抱孙子吧 陈珍珊 我真是小看你了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可没发现 你有这么多坏心眼 现在好了 你不但算计我哥 还算计你自己亲姐姐 你说 你有什么办法逼走小球 让我哥给你结婚呢 姑姑 这回不是陈珊的错 是我的错 你做错什么了 你有把柄在他手上吗 让爸给他几十万 打发走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要娶他 如果我怀了你哥的孩子 这算不算理由 你看 你看 珊珊已经怀了 唐明的骨肉 现在呀 就差一场婚礼 你就别跟他们过不去了 那还只是如果 你最顾忌唐家的颜面了 他们已经发生关系了 你儿子就得负起责任 好 你说你可能怀了我哥的孩子 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走 够了 果果 不管珊珊有没有怀孕 这件事到此为止 爸 妈 婚礼日期已经定好了 我 果果 你告诉乔乔 这辈子 我真的对不起他 哥 这词让你不能复 他什么人我不知道了 这件事一定另有隐情啊 哥 哥 你已经怀孕了 我在旁边 你已经怀孕了 我在旁边 这宾客名单上都是你们唐家的亲朋好友啊 好多都是上海富商哎 好多都是上海富商 对了 你帮我看一下 我选了两套婚纱 这个 还有 这个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试一下 不然还是不知道效果 对了 还有这个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唐明 好 婚纱 你选就好了 你不用问我的意见 好了 你慢慢看吧 我先去上班 我是说让你陪我去试一下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 我在想 果果参加比赛的事 这是魅力新生的 飘 你有空就去看看 不要在意这些宾客 他们是看热闹的 只是一场婚礼而已 我先走了 一场婚礼而已 一场婚礼而已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你们唐家的儿媳妇 叫陈珊珊 我 다시看我 我去看这儿 我去看你 我去公园 我去看你